今天这个配置本来是用的滑行的B650的主板 两个内存测槽 两个M2口 供电和接口也都OK 结果我收到两片硬态的B650的主板 不知道谁发过来的 我问了一下也没人承认 两个主板的型号不一样 我挑了一颗看上去更好的让我们师傅跑了一下 7700是没问题的 那就用在今天这个配置上了 配置如图 CPU是R7 7700是8核16线程 纯大核的CPU 内存是Inradar的16G5600DDR5 硬盘是凯霞的SE10 PCI4.01T性能很棒 汉卡的770012G的显卡 行家的800瓦的同牌的电源 然后一个散热器一个风扇就这样 最近我时间安排的非常紧 那这个配置我会用最短的时间 几分钟之内把它给过一遍 明天就会到6750GRE的显卡新品 新品的6750GRE和7700XT 完全不是一档的表现 那也不会有冲突 机箱的外观你们见过N4了 这算是一个小机箱 需要加无线网卡的话 找一下客服就行 就差在这里 这是X210 100多块钱 接好以后内存40G每秒 81纳的延迟 如果两条内存会高很多 但前提是你们预算够 而且有必要用得到32G内存才考虑 老版路打师的跑分 新版路打师的跑分 硬盘的跑分很高 看一下这个 三里马可显卡的跑分是17400多分 跑分的时候显卡频率是2.648G 223多核的跑分是19223 R7 7700X后面多一个X是高1.3% 完全可以忽略这种差异 i5 13490F低13.7% 这个CPU相对于7700的话 应该是等比例的低 就是性能低的同时价格也低这么多 最左边是 i5 12490F低35% 单核的跑分是1916 AMD从这代CPU开始 单核的性能就不低了 好了 关于CPU的所有跑分都已经跑完了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2024版也有 可是工厂检视频纯大核的CPU效率会更高 CPU的频率这个时候是5.03G 不同于跑分 这是实际的干活 比跑分的差异会更大 102秒完成 i5 13490F慢24% 刚才的跑分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差异 7700X这回快了4.9% CPU的二级缓存是8兆 三级缓存是32兆和7700X是一样的 好了 开始跑游戏 不会跑很多 这是坦克世界的4K最高画质 30帧数在100左右 这个帧数如果按照我们习惯性的一些设置的话 关掉一些无所谓的效果 那应该可以上到13040 我们大多数人显示器是2K的分别率 这是在180 90帧2K的分别率 绝地修身2K三级制 渲染比了100 其实妥妥的可以上4K 房间里280帧左右 还是那个话 确实很多人没有4K显示器 我就按照2K去跑了 在野外跑260帧左右 显卡2.7G CPU在4.2和5.3G 即使射程4K的话也没问题 100帧出头一点 霍格沃斯质疑 2K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00帧出头一点 CS22K的最低画质 帧数在350左右 到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设置这个游戏 你们好像要求全局阴影最高 但是打开以后也没有变化 增速 勇气无键1080P的最高画质 帧数在160几帧 战争雷霆 4K的最高画质 你们要求抛坦克而不是飞机 这是坦克了 帧数在1230完全没问题 分辨率改成了2K 现在帧数在260左右很高 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很有天赋 赢的轻轻松松排名第三 星空1080P的最高画质 帧数只有560 好的小游戏我就不跑了什么元神 英雄联盟 无微契约都没必要跑 又插了一条内存上去 这个主板有4个内存操操 不过DDR5一般不建议你们插满 OK 这是两条内存的数据 过程都很简单 7700XT这个显卡已经在我这跑过好几次了 所以一切重建 7700这个CPU在我这是第一次出镜 所以整个过程都过了一遍 和7700X有微小的差异 但是非常明显的强于i5 13490F 缺点的就是贵 不但CPU贵主板本身也贵 你像13490F随便配一个H610也行 没问题的 所以你们要自己考虑 单双的内存我已经跑过了 100帧的游戏相差2帧 这点也就没什么好纠结的 而且内存也确实是容量的意义 大于带宽的意义 主板也是这个配置小小的一个亮点 它有4个内存操操 两个MR硬盘位 还有一个无线网卡的小接口 供电也还不错 也支持ARGB 然后价格完全按照今天这个配置来 是66996699 然后还有一个i5 12400F的 其他配置也会有变化 是5377 再用5700X这个CPU的话 价格是5555 其实游戏的表现几个配置都差不多 主要还是CPU本身的性能的差异 所以你们了解预算和自己的需求 以后再做合理的选择 没必要去性能焦虑 你们有可能想提高几个百分点的性能 却要多付出一千多块钱 我觉得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我话已经讲到这了 我只不过传递自己的观点和认知 你们再想要多花钱 我也不可能拦着对不对 那么你们想要调整配置的话 直接找网店客服就行了 网店也有现成的一些其他的配置 比如说7500F 包括13490F等等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说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 是中正电脑 这个配置也会上架在B站的会员座 就这样拜拜